很多年时间里 人们常常在设计所和河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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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高不下 有时打十发 能中两三发就不错 吊弹的原因多种多样 层出不穷 而最困扰人们的 就是断线 世界上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普遍采用有线半自动的控制手段 这根细如法斯的导线 承担着导弹 与地面计算机的信号传输任务 犹如人体的大动脉 是导弹的生命线 它就跟放风这样的 三千米线 就是这种线 要从这一头放到那一头 中头不能断线 那一断线 什么都完了 那弹子肯定 要么掉地 要么浪费 为了控制重量 导线要求必须很细 这个导线线心里 这个铜线 跟头发丝一样 在外面裹了很多的 尼龙线把它包围上 你看我们的底轮丝呢 他要求是7.5克胆 就是九千米的 这么长的底轮丝 它只有7.5克重 这么细的线 放出去的速度 却高得惊人 第二代凡坦克导弹的一个普遍特点 就是飞行速度快 导弹的出速度 一般都大于每秒65米 而最大飞行速度 则超过了每秒200米 也就是每小时700多公里 是高铁列车 最快时速的两倍多 两三千米长的细线 以超过每秒200米的速度 飞速放出 对导弹本身的质量 有着极其严格的邀请 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这样的导弹 为了这根导弹 研究所和生产厂家来回试验 不断改进 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才算过关 但是在随后的试验当中 却不断发生断线的现象 烧吹磨烙 一个火烧 一个是气流吹 这个水吹的磨得很厉害 黑人的就 吐血把它拉下来 解决这个很难呀 这件事让研究所的邹赶生 和他的同事们身为苦恼 由于缺少检测设备 一开始 人们甚至没法确定 断线的具体原因 当时正是绞尽脑子 一个是用这些弹 最完了我们消息师 就做这个玻璃造势 想看 那也看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搞地面放线装置 自己设计自己弄 这个装置就是 红尖把围了母女 导线放线的装置 试验过程当中 发现导线有没有断线的 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和研究 人们最后发现 导线本身质量再好 如果缠线的时候稍有差错 也会导致断线 红箭八的导线 是缠在一个线滚子上的 为了减轻导弹的自重 对线滚子的体积 有严格的控制 三千多米长的线 是一层一层紧密的缠绕上去的 这个线呢 是镜像顺着摇 一层一层的 那么摇的话 它都有一定的连接剂 这连接剂又连牢了 那导线 导线一飞说 那线就拽断了 从绕线到刷胶 任何一个细节出错 都会导致发射失败 所有操作工艺 都是研究所的公关小组 自己摸索出来的 自己去研究这个脑线 研究这个脑包 怎么包 怎么加强 加强多长 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就整体的专在里头 脑子就不停地考虑公关的时候 经过几年的反复实验 缠线工艺总算过关了 吊弹的比例果然有所下降 但是断线的现象 还是杜绝不了 究竟哪里